桃之夭夭 琢琢琦华 知子于归 宜齐施加 姝儿 从今日起 你不再是楚国公主 而是我秦国王后 大王 这是你在秦国的身份 好好珍重 大王恕罪 除了这玉玺 臣妾还有一物 看得更为珍重 是什么 是大王 对臣妾的真心 姝儿贤惠美貌 寡人对你一见倾心 只是不知姝儿 何时何地 对寡人有意啊 其实 其实那日在东室 歹人行凶 大王拔刀相助 臣妾便把心 交给了大王 既然如此 寡人定不负你 你心入宫 本该住交房殿 但那里自先王后去世 已久无人居住 需要整修 所以暂且在清凉殿 住一阵子 此刻寡人有几句话 你要记住 你是楚国交养的公主 嫁到我秦国 却比不得楚国奢华 你身为王后 要为秦国女子的表率 贤惠客气 你嫁到我秦国 便是秦国之人 要逝世以秦国为重 你可能做到 夫君对我信任 于义重 我以重任 姝儿一定照夫君说的话去做 你刚到宫中 若有委屈 尽管告诉寡人 寡人定当被你做主 臣妾一来就掌管后宫 说不定会招人极恨 臣妾 寡人最讨厌后宫夫人之间 那些小肚鸡肠 狐媚妖宠 勾心斗角的事情 我的姝儿高雅脱俗 定不会像他们那些人一样 让他们知难而退 就行了 臣妾一定照着大王说的话去做 从今以后 寡人就将后宫交给你了 秦国立国数百年 我的王后 必是一个贤惠的王后 寡人淡漠色相 秦国的后宫一直都很清静 如今列国纷争 你死我活 朝堂上的事 已经让寡人非常劳心 望淑儿 能给寡人一个和睦的后宫 淑儿可能做到 臣妾定不让大王受后宫纷扰 寡人就知道 没有去做王后 走 明月妹妹 咱们三个人这一夜 就这么守着吗 身为应女 头三日 衣礼法 都得这么在室外守着 反正就这三日 三日之后 就由戴帽 珍珠等贴身侍女打理了 忍忍吧 要不然咱们轮班吧 一个人先靠着板壁打个盹 另一个就守着 等到下半夜咱们再换 好啊 那孟昭姐姐和敏玥妹妹守前半夜 我守后半夜 如何 不用了 这前半夜都快过去了 景妹妹也没休息多久 就由你和敏玥妹妹来守上半夜 下半夜由我来守吧 谁看不出你的心思 应女陪嫁守夜 不过是为着夫君兴致来了 可以随时侍奉 上半夜大王必是和王后欢好 到了下半夜 谁守夜谁得便宜 我看你就省省吧 咱们打个赌 这一夜我们三个都白手 大王是不会叫任何一个人进去服事的 那可不一定 你说这话真不知羞耻 你才不知羞耻呢 我只是堂堂正正把话说出来了 可不像有些人明明心里想要 却口不应心 行了 行了 既然你们都想守下半夜 那我来守上半夜 你们先歇息吧 我遇见了 谁都想去 大王 大王您醒了 王后还在睡觉 别吵醒他 大王可要更衣喜术 奴婢这就去叫人 不必了 穆监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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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好吃是 Wer也是 海涯 能有死 我觉得很少 艺术 伊饹 十一 少女 让我 你就会 那姐 大王這是 大王歷來時四更星武 五更星武 可這是大王大婚啊 芈月有所不知 大王又不是第一次大婚 過去也是這樣 好 武尖 在 盾牌 我還沒想到 不然有韓国 大王歷來時三更星武 好 好 我還沒想到 大姐姐有這麼好的身手 師父跟那個大王上有多年 每日被這大王歷來 這麼多年下 多少也能有些功物 長年每月陪大王歷來 真是不易 一年早就通了女主 倒一下 一年早就通了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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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下是夏季 若是到了冬季刮风下雪 四更起来 你们就更难了 这大王都不难了 我们就下日了 有何阵队 老虎见队啊 不妨 再来 大王 武奸更衣 是 大王的武艺真是炉火纯青 让臣妾大开眼见 大王真是有万夫不当之有 竟如厨子 勇如猛虎 小丫头 王后还没醒 你该陪她多睡一会儿 是 大王 好 月儿 姐姐 姐姐 你起来了 妹妹 大王呢 大王去哪儿了 大王四更起床练剑 此刻去洗漱更衣了 那妹妹怎么不叫醒我啊 大王体贴 说让你多睡一会儿 来到咸阳 嫁入秦宫 按理说 我该心满意足 但我心里却更是七上八下的 昨日 本想与大王说及 武官有人下毒之事 但显然大王不惜后宫有人明争暗斗 只好忍了下来 姐姐别急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算了 不睡了 既是大王体贴我 但身为王后 更该服侍大王才是 你们快帮我洗漱更衣吧 是 大王 拜见大王 拜见大王 王后今日端庄秀美 大王 臣妾服侍大王用早膳 不必了 寡人 还要去宣氏殿处理政务 大婚三日不是免朝吗 寡人只是去处理政务 午时 会与你一同用膳 之后 要去宗庙祭祖 过一日 还要在后宫接受朝贺 用香令过会儿 会向你秉侍 是